在掌握的是彰化园林的铁路高架化工程 这花了8年的时间 耗费将近59亿元 现在终于完工了 不过随着它完工呢 大家说噪音是减少了 但是非常担心车祸会不会变多 火车开上了高架桥 而不是在经过平面道路 园林铁路高架化 经过8年时间耗费59亿 终于通车启用 新的园林火车站大厅也举办了启用典礼 除了彰化县长卓伯源和副总统吴敦义 都出席外 更有不少民众都到场参观 有需要看火车 海北继续看哪 很漂亮啊 经过很多 新的高架铁路当然吸引人 不过也有不少民众到园林境内的平交道旁 拍照留念 因为随着高架化 代表纪念所有的平交道和寒洞 以及路桥也成为绝想 这个对我们有造成一些困扰 然后我们想说这个终于高架了 然后才会有一点意义拍照纪念一下 车速会变快啊 所以车货应该会增加吧 不过没有那个平交道挡着 这个交通会比较方便一点 接着单位表示 最快在明年底园林境内 就会看不到平交道和寒洞 虽然附近的居民被吵了这么久 总算能图个心境 但想到以后再也听不到 火车经过时的声音 也让不少人觉得依依不舍 接近本就无力安照话报道 好 好 好